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华太极武文化频道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太极拳传奇就是郑曼清宗师太极拳的五大成名绝技 成名绝技一 练太极拳者不动手 动手便非太极拳 当你知道我是用身体的什么部位打你时 你的功夫已经比我高了 郑曼清先生于1947年出版的郑子太极拳十三篇艺术中公开了这一句话 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所谓练太极拳者不动手 就是由脚而腿而腰 总需完整一气 手必要相随 不可自动 郑曼清先生在郑子太极拳自修心法中就明白地指出 切记一动 无有不动 一径无有不径二句要论 所谓练太极拳不动手 即是为手足不能自动 这段话对于现代太极拳界有些人 尤其具有振农发聩的作用 太极拳论也有描述此等功夫的境界 人不知我 我独知人 英雄所向无敌 盖界由此而极也 成名绝技二 有捧手 铁臂弓 近代太极拳家的一文中 都反映了太极拳技高者的手臂 给人的感觉是如眠国铁般的柔软沉重 郑曼清先生曾说 无师城府之弊 其重过于常人不至十倍 与人推手时 别人就会既忠不得力 又有柔软沉重的感觉 抗战时期 郑曼清在重庆应英国大使之邀当众表演武术 郑曼清身臂书长 请大家用力猛拙 英国大力者安君和蒲军 轮流上前拙郑曼清 手臂数十下 郑曼清好像一点事也没有 蒲军能中国化 探约 君之弊是铁缝 途君不会知道 一日在于 郑曼清宗师同应应吉利驻我国大使薛母之邀 赴大使馆表演太极拳术 十英军访华团载馆 七少壮军人 义气豪迈 见曼清矮小而少之 与日 君等皆身材魁梧 实力雄厚者 德裕与曼清 一世乎 请做表演 曼清急朋友臂 坐须报事 与日 谁能推之使烧移动 为胜 某军手推之 不能动摇 又加一人 并力推起良久 仍未常烧动分序 成名绝机三 太极拳接地之力 透进 跟进 跨进 透进 就是要你练成脚底涌拳 有气根 可以接地之力 透到手上 传达到对方 使它跌出 太极拳之所以 能够以弱胜强 一大因素 就是以 能够使别人的攻击 忠不得力 郑曼清 提用歌曰 勇拳 无根腰无主 力学垂死总无骨 成名绝技四 郑曼清宗师 以偷半部闻名 与人接手时 能在对方毫无感知的情况下 上半部进到对方内圈贴身党 此乃虚实 分清之功 已有春 我同盟国美利坚陆军 助渔者百渔人 每周有联欢会 文曼清与英吉利 驻我国大使馆之文武官员 做有意比赛 属胜之 乃邀请与会 曼清介于 及其弟子郭勤坊 张继培等五六人 参加表演太极拳推手臂 每战士 选经于积极者十余人 请于教 曼清许之 一经交手 先后布置者五人 呼一人体重230余磅 于寻帐外五拳跳跃 向头部击来 曼清折肘皆知 应手跌出于二丈 壮壁而道 升阵乌瓦 又奔越来 曼清举手颂之 不跌出 其人摇头呼 复复 四座欢呼 掌声齐作 终有一人齐之日 何以如两人 取而置之 张军继培曬英语 即以太极拳之运气 以无力达有力解之 而予以曼清守法身法 有过人处 美发人处 齐生齐壮 四以前头骨 直至壮壁而止 此非具有内进不半 出自 正子太极拳十三篇 开篇东吴李寿千序言 成名绝技五 凌空进 凌空进确实是 太极拳的上乘功夫 把人方在 欲触及对方之际 能迫使对方腾空而出 太极拳是一门 以心形器 以气运身的一门功夫 协练到一定程度后 这个丹田真气鼓荡 就能以气运身 就是说用心神抽合 控制能量的产生运行 甚至可以发放外气 一般能发放外气的太极拳大师 对自己的弟子表演时都有效 不过对陌生人 只是10%有效 郑曼清宗师 可以对随时对挑战者 发放凌空进 说明其太极拳功夫 已经达到出神入化 太极拳论 也有描述此等功夫的境界 由这熟而见悟懂进 由懂进而接及神明 在张大贤先生回忆录中 对郑曼清先生推崇被制 提到慢攻有隔空打人 致绝技 那是1964年 法国电视台为制作电视节目 约请法国武术高手三人 向慢攻请教拳术 慢攻孝何之 当即起立 命对手三人并肩立定 在距离约二三公尺之远 只见慢攻双手平身 略移叙事扶出 对方三人同时向后退却 当时在场观众都不相信 而被扶退之三人 也觉莫名其妙 于是要求再来一次 此次三人仍按指点站立在原处 但未等慢攻叙事 即抢先前进 以为此可置敌先机 攻其不备 慢攻健壮 立即出掌不出 其中前行御攻者 竟先亮相倒地 其他两人也随后倒地 重视探服 也许张大坚先生的回忆 添增了神话色彩 但在太极拳协会 高雄分会 所发行的太极拳杂志中 确实有身为记者的慢攻弟子 在慢攻的背后 只因碰触肩膀 而被震飞休养三个月的事实 张大坚先生回忆录 感谢你的观赏 欢迎订阅和点赞我的频道 你的支持是我们做好视频最大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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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